大家好,我杨风 上星期,川普实施了对华为的制裁 这制裁主要是分两方面 第一,华为的产品不准卖到美国来 理由是美国认为华为的产品危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第二项制裁是禁止美国的公司 将核心零组件Essential Components卖给华为 这里的核心零组件包括了各式各样的芯片 还有软体软件的授权 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中有特别的说明 第一项制裁对华为的影响不太大 因为华为的产品不论是手机或者是通讯设备 几乎都被禁止在美国销售 而同时华为在去年宣布要退出美国市场 但是第二项制裁对华为来说可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美国Bloomberg新闻社在当天的新闻稿中 甚至说川普对华为的制裁等同于向中国 丢了一枚核子弹来阻止中国的崛起 那么华为在面临美国等同于核子武器的制裁之下 有没有办法生存还是说会立刻倒闭 今天就给各位来分析 华为总裁任正非他说 华为的零主件向来都是用一加一的方案 按照任正非的说法 华为除了一些低阶芯片之外 几乎所有的中高阶芯片 华为都有自己设计的芯片可用 所谓的一加一就是 在华为的产品中会用一比一的比例 一方面用自己的生产的芯片 自己设计的芯片 同时也会采购使用外国的芯片 依照他的说法 现在华为被禁止购买美国的芯片 大不了全部都改用自己设计的芯片 但是问题来了 华为没有自己的晶圆厂 它自己设计的芯片 像16奈米,12奈米,还有7奈米的芯片 是由台湾的台积电来生产制造的 如果美国要求台积电 不再为华为生产这些芯片 华为将面临没有芯片可用的困境 华为该怎么办 一旦美国做出这样的要求 台积电还有台湾政府会不会答应 或者说能不答应吗 我们接着就来分析和推理 以目前台海两岸的局势来看 在军事上 美国是台湾的保护国 台湾所有的军事武器 几乎都是美国提供的 除了对岸的大陆市场 美国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 也是台湾在高科技产业上的技术来源 更不要说 台湾在国际上是依靠美国的政治的支持 一旦美国要求台湾不可以为华为生产芯片 台湾政府恐怕不敢不从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台积电是在台湾上市的公司 在美国也有ADR American Depository Receipt 股票代号是TSM 台积电有将近60%的股权 是由外资持有 其中又以美国的法能和投资机构占大部分 我常跟朋友说台积电虽然是台湾的厂商 但实质上是美商 这是从它的股权结构来看的 最后一点 台积电的半导体生产设备 许多是从美国进口的 比如说美国的Apply Material 应用材料这家公司 它的股票代号是AMAT 所以从这三点来看 不论是台湾政府 或者是台积电公司本身 都很难顶住美国的压力 另外 台湾现在是由民进党在执政 台湾独立 多年前就被列入民进党的党纲之中 民进党与大陆的关系向来都不好 蔡英文在2016年上台之后 由于他不承认九二共事 在某种程度上为大陆所抵制 台湾也因此丢了几个邦交国 因此执政的民进党 不太可能为了帮助华为 而冒着与美国硬干 遭受美国制裁的风险 甚至于在心理念 民进党政府可能是乐见于 美国制裁华为的 如果台积电不再能够为华为生产芯片 华为可以找到哪一家公司 作为替代的厂商 目前全球的晶圆厂商 还有台湾的联华电子 Global Foundry 三星等 但是这三家的晶圆制造技术 都没有台积电先进 尤其是在7奈米的制程上 其中联华电子更不用说了 如果台积电不能够帮华为生产芯片 同样是台湾厂商的联华电子 也不能够帮华为生产芯片 Global Foundry这家芯片公司 晶圆制造公司倒是有可能 这家公司在2016年 2012年的时候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投资者所购买 不过这家公司的总部是设在加州的美国加州 因此还是有可能为美国政府所管制 三星是华为在手机市场上还有通讯设备上的竞争者 华为让一个竞争对手帮他生产低阶芯片 这还说得过去 但是在中高端芯片上 华为就不会让三星为他代工生产 这是有潜力可循的 几年前 苹果公司有一部分的芯片是由三星所生产制造 但是由于手机市场竞争激烈 最后Apple就把单子转给台湾的台积电来生产了 其实中国大陆本身是有晶圆厂的 其中一个著名的厂商就是中芯国际半导体 这也是在美国上市的公司 股票大号是SMI SMI的总部设在上海 但是中芯国际在晶圆的制程上 与台积电存在代差 在高端芯片的生产上还是不给力 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 虽然华为的老总仁正雷他说 美国不卖芯片给华为 对华为的影响不大 但是如果川普他使出绝招 不让台湾的台积电还有联华电子 为华为生产芯片的话 华为的麻烦大了 尤其是在高端芯片上 我们来看第二个议题 为什么说欧盟对华为的海外市场至关重要 这主要是针对美国将停止 对华为的软体软件技术授权而言 因为欧盟国家是最有可能顶住美国压力 而欧盟国家一直都很忌惮 美国在高科技上的霸权 尤其是在IT工业上 包括美国在国际网路上的几个垄断性的巨头 从微软 Intel 到Google 再从高通到苹果 再到现在的亚马逊 Amazon 对于这些来自美国的科技巨头 欧盟似乎从来没有手软过 基本上 这些公司都曾经被欧盟的反垄断调查部门 调查 并且被处以巨额的罚款 除了这些公司都有垄断市场的嫌疑之外 欧盟国家没有一个相对应的科技巨头公司 能够与美国大型的科技公司相抗衡有关 欧盟国家其实很担心 美国科技巨头对全球市场的垄断性掌控 所以欧盟的确有可能抵制美国对华为的制裁 然而华为在欧洲的市场 仍然要面对美国在软体软件上技术的授权 这会影响到消费者对华为手机的体验 华为唯一的应对方法 除了开发自己的作业系统还有软件之外 就是降价 利用降价来吸引消费者 让消费者自己下载一些软件 或者是与经销商合作 让经销商帮忙下载这些软件 这样或许可以抵消一些 华为手机所面临的冲击 最后再谈一个议题 其实川普也不想太快与中国达成协议 第一个理由是 川普他也知道 中国大陆很难完全接受他所列的条件 并且依照他的条件做结构性的改革 这一点川普应该是心里有数的 风云天下在去年的节目中有说过 美中能不能达成贸易协议 这把钥匙是掌握在美国的手里 也就是在川普的手里 只要美国要求的不太多 中国绝对可以降低与美国的贸易逆差的金额 并且在针对智慧财产权 金融市场还有技术议题上 做一些让步 条件得依照中国自己的时间表和步伐来做 但是川普他依然还是坚持 中国得要在知识产权 商业机密还有技术转纳 网路盗窃就是网路骇客 金融服务这五大项目上 中国都必须得要让步 我们说的第二个理由是 如果中国真的完全接受美国的条件 川普当然会乐意接受 因为这样的条件 这样的协议一旦达成 在美国历史上 这是大功一见 那么伟大的将会是川普他本人 还不是美国 因为美国还要花好几年的功夫 才能够再次伟大 如果中国无法接受美国的条件 导致了谈判的破裂 川普他完全可以怪罪于中国 并且成功地说服美国人 美国是需要川普的 这有利于他的竞选连任 我们这个说法是有依据的 在1990年的时候 伊拉克入侵 科威特 推翻了科威特政权 当时的老布希总统 大物教老布什总统 在1991年 率领联合国的军队 发动海湾战争 当时四人俗称是沙漠风暴 战争是沙漠风暴 老布希成功地将伊拉克打退 因而声望上冲到80%到90% 老布希总统他这么高的声望 却在一年多之后输了总统选举 原因就是距离他竞选连任的时间太长 美国人民已经忘了他这伟大的攻击 同样的 在距离明年11月美国的总统大选 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就算现在美中贸易谈判达成协议 一年多之后 美国人民很容易的就忘记川普他的政绩 这对他的竞选连任来说没有帮助 在上期节目中 我们说川普制裁华为 是像中国丢了一枚贸易核子弹 有网友留言说 我们的标题太过耸动 不能为了要抢点击率而乱下标题 在这里跟大家解释 风云天下做节目是本着精准的分析 加上对结果正确的判断 所举的例子或者是证据 一定是有所本 更不会哗众取宠 这个标题是引用了 Bloomberg 美国Bloomberg新闻社的标题 其实过了两天之后 美国财富杂志Fortune Magazine 也同样用了核子弹 作为他的标题 在过去一年的美中贸易战 只是前菜 现在才是真正的两国斗法与开打 这一星期 美国的半导体股票一直在下跌 到底这对美国的股市 还有全球股市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而美国对中国不断的出招 美国是否还有新招 华为中国大陆将如何的来接招拆招 眼看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会受到冲击 台湾将如何应对 这些议题 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中 再做分析与探讨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收看 也请不要忘了订阅支持我们的频道 风云天下 谈政治 说经济 论股市 讲对策 祝福大家 下期再会